高興是這位外籍男子 之前在賣場毆打情侶 而且警方巡線把他逮捕到案 不過誇張的是 他看到鏡頭在拍 居然還比夜 態度相當相爭 我們立刻連線王月峰告訴大家 月峰請說 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先看畫面中的這一名 穿著黃色衣服的外籍男子 他是被警方帶回警局 但誇張的是 他看到鏡頭在拍 竟然還囂張比夜 態度真的非常的離譜 原來這一名外籍男子 他就是在日前到賣場外面 突然衝過去 囂張的指著情侶謾罵 接著還出手推對方 更誇張的是 最後還出拳商人 把對方打得倒在地上 甚至還把手機往外丟 讓情侶後來是氣得報警了 那麼警方也根據監視器的畫面 巡線到他的住處 將他逮捕 來聽一下警方的說法 他也坦誠 他有酗酒的習慣 那另外針對他在酒醉後 犯下了毆打這對情侶的犯行 他也坦誠不愧 那麼這名外籍男子呢 他到案之後是坦誠的 當天是因為喝醉酒 與情侶擦身而過呢 結果他就不滿動手傷人 那麼警方呢 也根據這個毀損 以及傷害罪呢 將他移送 那麼接下來自目前 向敦情形鏡頭交換碰莉主播喔 好囂張的外籍男子毆打情侶 居然還對鏡頭比夜毫無悔意